这个合同千万不能签 为什么 你这样签了你把你卖给他了 我刚才看了啊 你出一百万 对 你也出一百万 对对对 各占五十顾 对 你占平均分有意义吗 拖的全一样的 肯定有平均分 我要干活的 已经不同意了吧 是吧我来救你一命啊 我跟你讲啊 如果我讲一套合理的方式 好吧 觉得真的没用的话啊 再签好不好 这个是 我是他们的员工 你要帮你算在那样来 这是大哥你是吧 对 你出了一百万不干活 你出了一百万要干活 你是员工嘛是吧 没出钱 资金股百分之六十占比 人力股百分之四十占比啊 我把股份分成两个部分 大哥资金股是 他出了一百万嘛 你也出了一百万 就一半嘛 百分之五十嘛 那你就三十三十股嘛 大哥最终的这个资金股是三十股嘛 大姐你的啊 你的股份也是一百万 你也乘一百分之五十 你也是三十股 对 好了你们的资金股都一样 但是这个小方式啥也没有 就是零嘛 好我们再看看人力股 大哥人力股是没有的 你呢是有人力股的 是吧 我要管理 你是做管理的百分之六十 四十乘以百分之六十 你就等于二十四 对 大哥的总比是多少 大哥就是三十一共加起来 那你的股比是多少呢 三十加二十是五十四 小姐姐呢 人力股是四十 乘以他百分之四十的管理和基础 那他就有十六股 我没有 我还有十六股啊 对你有啊 对呀你有五十四啊 我怎么才 我头一百万怎么才百分之三十 因为你不做事情 你不干活啊 你属于投资方 你去融资 人家也是这样的呀 他们现在两个人 其实可以估值了 对对 这个店两百万 其实他们可以估值两千万 给你一百万有三十股 就很不错了 大哥 人家投资人进来 都没有涨到这个股份 是不是 你说呢 是的 你说呢 像我们干的也很有精力 不是不是不是 啊 你看还没搞通 那我们再给他聊一聊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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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